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 这里是由专注种植芽的国建口腔医院 冠名播出的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位沈之姓沈大哥呀 家住辉南县朝阳镇 退休之前呢 沈大哥是国营企业的一名前工 别看这工作平平无奇 但是啊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沈大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搞研究发明 因为前妻不支持他 他把婚都离了 终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三年前 他的发明拿到了国家专利证书 现在呢沈大哥就想找一个 能陪着他干一番事业的女人 能够白头偕老 沈志信 沈大哥是不是啊 哎呀你说这小白褲穿的哈 沈志信68岁 离异住房面积62平米 退休金3100元 初见红娘 沈大哥是一路小跑着下楼来接红娘的 这脚健轻盈的腿脚还有清爽整洁的穿着 看上去啊一点都不像快七十岁的人了 沈大哥跟我们介绍 之所以迟迟没有翻修这个老房子 就是因为自己已经做好了计划 准备动身去海南了 去海南定居 养老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沈大哥最看重的 还是海南守着大海的便利条件 因为只有在海边才能完成一个 藏在他心里长达二十多年的梦想 这是当时你研究那个海洋补浪机的那些利用数 对对对 从海底下捞出来想就无杀无女 现在全世界把他捞出来以后 都得从个屠杀 这个加工的工具 我这就想从海底下捞出来 第一保持原生态 第二没有破坏率 为国家和指纹后代 跟沈大哥见面还没几分钟 沈大哥就迫不及待的 给红娘拿出了 自己付出了二十多年心血的 这个专利证书 简单的说啊 就是一台专门捕捞险子的机器 咱们都知道啊 能获得专利证书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沈大哥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他又是如何获得的这个专利证书呢 刚开始就是当地服务员以后 因为让我当店工我不敢 因为当司机我不敢 因为啥咱这人就啥就能干 我当前工 那前工有什么好说 我说你不说吗 我说前工72行为大王 沈大哥告诉我们 从部队复原后 自己被分配到了通钢下属的 一个工厂做前工 一做就是十多年 这十多年里 沈大哥凭着自己的头脑和能干 为工厂做出了很多贡献 那么沈大哥又是在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 去研究的这个海洋捕捞机呢 那我能问一下吗大哥 就是你看你在辉南 辉南周边也没有水 也没有海是不是 那你怎么能想起来 你又不是在海边长大的 你怎么能想起研究人员 那个沙先趁底 然后还显得不就在沙点是吗 然后用小戳戴眼戳的 或者是铁石戳的 这一戳往往都是里装 它那什么最多的时候 它是捞十了袋 那时候四五块钱一袋 十了袋你算挣多钱 那时候九一年那时候 也值钱呢 钱也值了 发现商机了是吗 对啊 对别人来说 这次海边之行 只不过是一次 再普通不过的串门旅游 可是对于头脑灵活的沈大哥来说 却成为了改变 他后半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后 他二话不说 回来就开始着手研究了 研究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基本花了二十六七年 就是你研究这个机器 从九一年开始有这个想法 到一六年 把这个机器研究厂申请下来救赎 用了二十多年 我一共是花了不到二十万 我这花算够小的 够少的了 青岛有个两口的 都是研究生 花九十六万 没研究厂 没实验厂 唠出来全是 那什么唠出来是这个厂 百分之四十破碎率 说白了 你愿意动脑的 对 所以说你懂这些机器的原理 他们研究生输出全的 他们就只懂书面上 书本上的东西 对 但是不如你 尤其是啥呢 你还有这么多年 实际操作工作的经验 对不对 所以说在机器研究这方面 你比他们有这个优势 对 从一九九一年到二零一六年 整整二十五年的时间 前前后后投入将近二十万元 沈大哥凭着自己多年的工厂实践经验 以及异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 最终打败了一众竞争者 成功拿到了这一张专利证书 这个啊 这个要是干的话 一台机器一年 可以挣 算钱吧 那咱咱哪去找 不拿着赚钱 这不始终 这不资金不用嘛 完了就没干上了嘛 运作这个多少钱呢 运作这个 这么说 哪个五六十万 那是 找合伙人呢 这咱找不找啊 你想马云当时不也是吗 马云到什么程度 那应该大集团的不走 跟你说这那怎么好 这那的 你放着走走走 别到我们这边耍赖 推出去 完了不走不走 他也能外面去 但是当时你拿这个专利证书 你也曾经去找过合伙人 我也曾经找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不认 他就啥呢 到这个辽宁辽宁说啥 你把机器拿来我们 住我们一个月 我住他一个月 咱资金不用用 没法监督他 住一个月 甭一个月 四天八天一照 你这拍个照 两人坐下来 沈大哥背后经常调侃 自己就是灰南县朝阳镇的马云呀 从拿到专利证书到现在 整整四年过去了 却始终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伯乐 这期间也遇到过想出钱买这个专利的人 可是沈大哥觉得 把专利卖掉那只是赚一次性的钱 他的野心可大着呢 自己干多好啊 要挣钱咱就挣把大钱 那你前妻吗 咱支持你啊 要说他不干就离婚了嘛 就离婚了嘛 他就是你 你拿钱干别的啥都不行 你除了挣钱 除了利息 就这么回事 那种特别保守 对对 就保守 前妻是什么性格 沈大哥是最清楚不过了 这二十年里自己研究专利的所有钱都是靠他下班后给别人赶工挣出来的 即使这样 前妻还是极力反对 沈大哥说 要不是因为他和前妻在思想方面永远达不成一致 自己早都成为朝阳镇首富了 二十年厂它那个什么自行厂家族厂 四五市场地加果园加葡萄园还有厂房还有水库 一共才三万块钱 现在是多少钱呢 现在就挂吃利息咱说挂那四五市场地也得六十万一年 那时候以后地资钱了万人就干啥了 他就干啥我说 后悔了 那谁知道呢 过去事是过去事 你就没那个福 沈大哥觉得自己的经济头脑和发展眼光 绝对超过身边的很多人 只要是他看中的商机啊 最后都通过事实证明是对的 前妻的不理解并没有阻挡他追逐梦想的脚步 他坚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女人愿意陪着他去海南乘风破浪 第一个眼睛 第二个他想干点事业 完了想干事业一点 有上进心和事业心能支持自己是沈大哥现在最重要的择偶要求 沈大哥的故事在咱们原来不晚的公众号上推出之后还真就吸引了好几个大姐的关注 我们又综合了沈大哥的具体情况挑出了最符合他择偶要求的陈凤云陈大姐 陈凤云54岁离异无退休金无住房 还别说陈大姐爱干净这一点和沈大哥还挺像 在公众号上看到沈大哥的第一眼陈大姐心里就有一种特殊的感 我第一感觉那不是有他的照片吗 首先我丑他这人是善良人 是我喜欢的类型 面向特别好善良 我感觉尤其他当过军人的话 他责任性我估计更强 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年龄大一点呢 我我觉得他能在乎我 我需要一个人来关心我 需要一个人来关心自己 是陈大姐自从06年离婚以后 最简单也是最难实现的心愿 是没人介绍的 这个人吧 就是人总是说这人是好人 一心朴实的是国家可特别能干 可辛苦我俩特别恩爱 我家做个体我也没上过班 他会修 然后我就给家看个摊了 给经过经过孩子做个饭 用陈大姐自己的话来说 其他夫妻离婚 大多数是因为两个人之间 感情出现了问题 可是他和前夫正相反 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们俩的婚姻最终破裂了呢 因为我结婚之后 他家是从农村过 我是本事的 本事他就像有一种危机感 就怕你别把我儿子撇下 你在个外面认识别人 他家就压制我 我上班不让我上班 怕你接触的人就不能让你强 你就得压制你 你什么都不行啊 你就得给家 你能力强了 你在那什么腰杆直了 管不了你呢 陈大姐猜测 或许是因为全家人 只有自己是城市户口的缘故 所以婆家上下都对自己百般防备 我婆婆和我公妈最喜欢是我大白哥 然后我大白哥他家是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都说我公婆婆亲自给带大 所以特别疼爱 我大白嫂吧 就是这样的人强劲儿 他有一次我是夏天 我就是做的汤 给我二人送饭嘛 没法送 我就说叫我二人回来吃 看没活儿回来吃 等我回来的时候 他打工嘛 他中午吃完饭 他就走了 上单位了上班去了 他吃剩菜到我汤里头 就是这么欺负你 陈大姐说 自从嫁到前夫家 他就没过过一天书信的日子 自己的忍耐和妥协 换来的却是婆家人的变本加厉 我就想我大白哥总共不在家 我跟我大白哥说说 我一跟我大白哥说 我大白哥就炸了 正好那天我公公和婆婆 我刚回来 刚吃完饭 说说完了就是那什么 他们俩就来打我了 他打我一拳我受不了啊 那一米八八大个赶气头上 我大白嫂给我脸全闹破了 我从来这些事不给我娘家说 这些事你丈夫呢 你丈夫呢 你回来的时候 看着谁 我不跟他说 你回来都能看见呢 那个值得了 那个他看着了 看着完了吧 他就是他生气 他说我去揍他去 他又揍他大嫂 这些事谁都不知道 就是今天我说 我给压住了 我就不想这些矛盾扩大化 压家庭 就是要邻居开热闹 英文老人都说 家和万事兴 你要是说 就家庭不和万人妻吗 本着家和万事兴的想法 陈大姐最终 还是选择了 咽一下这口气 可是让她最终寒心的 还是公公婆婆的偏心 我有我儿子了 就是在一起过 我婆婆就从来没说 给我儿子做一阵一线 以后 你 我终于